弱国无外交,在美英法日裔面前,中华民国位卑言轻 民国的代表在巴雷合会上提出的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和取消21条的诉求,遭到内强拒绝 按照战时英法义对日本的许诺,凡尔赛合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授予日本 中国代表陆征祥,顾维军等一边表示抗议,一边向北京政府请示 说如不签约,则对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索取赔偿等不利 上海大陆报报道了外交失败的消息 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坚决反对,在晨报、国民公报 上撰文呼吁,山东王义,国将不国义,愿和四万万众誓此图之 以图利用民意扭转局面 北京学生反应激烈,13所院校3000多人于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 高喊外征国权,内除国贼 提出取消21条,拒绝签署合约 会后,总指挥赴四年扛大旗率队游行到东郊民巷 因为是周日,各国使馆都不上班,学生们于性未尽 有人喊,去找曹若英算账去 要求承办亲日派交通总长曹若英 毕制局总裁陆宗宇,驻日公使张宗祥 对往来,来到赵家楼 北京高师学生,矿护生翻墙进院,打开大门 带头放火烧豪,曹宅 又把在曹家做客的张宗祥暴打之脑震荡 军警逮捕学生32人,之后各界人士展开罢课、罢市、罢工 抗争近两月 最后,政府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将曹、陆、张三人解职 电令陆征祥,拒签合约 此次活动,被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北大学生罗江伦称为五四运动 运动迫使潜能训内阁倒台 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辞 两院不准,国务院通电挽留方作罢 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并派车李宋回校 尽管没有改变凡尔赛条约的任何内容 但运动展示出社会各界的觉醒很厉害 涌现出一批影响中国日后进程的人物 包括 罗嘉伦、张国焘、傅思年、邓中夏、许德恒 罗张伦、文一多、刘仁静 徐秋白、张泰雷、周恩来、陈谈秋等等 另外蔡元培、朱家华、陈独秀、胡适 梁启超、林长民、鲁迅等人成为青年偶像 五四青年们受到政府让步的激励 纷纷抛弃温和的改良路线 激进革命思想成为中国的潮流 这是蔡元培、梁启超、林长民等运动发起人 所没有想到的也是无法控制的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收看 卡